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有一間很大的餅店嗎? 很大嗎?我都未吃過 那麼多人找的? 那麼多人想知道的新聞 Crostini Crostini 真的這樣讀嗎? 我見有些記者又不是這樣讀的 隨便吧,我就說又難讀 你說隨便那些 喇叭牌,聖安娜 人家叫意大利餅店 不懂做 或者我們覺得 發音有困難,都明白的 那麼多人吃嗎? 我懷疑為什麼這個新聞這麼紅呢? 很多人 就說 他明知自己倒閉,還繼續賣餅卡 擺明就掠水 即是多虎主 就掠多一針 你賣餅卡是力銷的 究竟會不會是 臨執之前一天已經 買吧 五千元 便宜三千元 你死了 那反過來就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 可能是否欺詐 反過來就這樣 有人說 那我一定找那個售貨員才行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 請大家給我一個讚 支持一下我們去 這個叫案件重組 究竟你這間店有什麼事 什麼時候開 為什麼會這麼紅 他很紅 他很紅啊 他不撿都不會有新聞說的 奇怪 就是 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是不是有人推這件事呢? 我覺得 這麼說 其中一個很紅的原因 逆下 又倒閉 經常倒閉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牽涉幾百個庫主 那倒是 你知道倒閉到 我那天出哪裏呢? 有一個地方 總之是旺區 我不記得了 油煎旺邊區 街鋪 撿什麼? 撿什麼? 西伊 西伊 我第一次看到西伊的招牌被人拆下來 整間東西打破爛 你知道是要拘捷的 我看著 我第一次看到診所倒閉 診所倒閉嗎? 他那些人是沒有病的 那你現在有什麼病呢? 只有一種而已 那種就政府包你底了 是啊 你正常那些都不是很想醫治的 不是 你自己平時以前 不是說這隻戲 不用太敏感 我說你以前傷風感無流感 你不是病得很糟糕 你以前不看醫生 你現在香港人用了什麼頭暈申請? 只有一款頭暈申請 只有一款 只有一款而已 是 那醫生你說少了生意 或者他們 有些可能是退休 我們不知道 是吧 但是他們這些不會退休的 賣餅 有些人可能經常推中藥 是 那些都搞定了 要不要這樣 按一下月位就好 那些真的不奇怪 那我就說一下這個 倒閉的西餅譜 他不是老西餅 你說 美心 美心的人當然是 我也有個原因 但是他以前這間東西 別人說跟美心是有關係的 說 對 講 那種像 為什麼 是不是藍色的 壯瘦 那種西餅味 嗯 是不是 那是誤傳 這個是不是 我們 誤會是美心旗下 是啊 其實這一檔東西 13年才開始玩 13年到現在 都接近差不多 9年 過不了10年 過不了 他怕賠錢給人 13年10月成立 那你現在剛好還沒到 9年 嘩 糟了你在這裡 9年我都不認識你 大Q 不要說 可能你會 如果見到那間 那檔東西 你會見到的 沒有印象 糟了 我跟你是不是活在同一個時空 黃室寶我見過 黃室寶 好像是那檔 在黃室寶 黃室寶多少樓 地下 對著維園那邊的入口 哦 好像又賣過雪糕 是不是有雪糕賣的 不知道 賣餅 又賣雪條 不是 賣餅又沒有吃過 那真的 現在講到 什麼 四大餅店及餐廳同時 推出 那些餅卡 當現金用 那些要留意一下 我們一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當現金用就拿了很多錢 你現在 如果你當了會不會有問題呢 即是用了在另一間店鋪 一會兒你會追不回那條數 意思是 可能有得賠 我們不知 一會兒詳細慢慢講 先講了這一檔 他結業 全線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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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ostini 在2013年創立 他第一檔 叫做店 就是在這個觀塘廣場 高峰 報紙就說他高峰時候 在19年的原來 就擴展到25間分店 誰不知 你擴展到25間分店 就開始敵不過疫情 或者叫疫情來了 對吧 做西餅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做哪些韓國業都是 對呀 始終你現在有什麼生意好做 你在疫情看一看 你賣三鋪鐵 也是問一些 賣什麼 賣快測 賣兩菜餅 兩菜餅 兩菜餅不是兩菜飯 兩菜餅 什麼叫兩菜餅 開玩笑 西餐就是西餐 中餐就是中餐 他們做些兩菜飯出來 兩菜蛋糕 兩味蛋糕 做些 沒有啊 你這些東西 不是行創意的啦 現在 現在要 開關的 哈哈 不要再想 是 你上次兩菜餅 你轉得來 上次不是轉兩菜餅 你轉得來 那些人就放寬堂吃 嗯 然後那些兩菜餅又剩下了 沒錯 你不要跟他捉衣恩 對不對 就是你 你首頁 是啊 但是都找些位可以 就是 啊 他 不用買工具 是 很頭痛的做這件事 那你沒辦法 連鎖餅店說這樣 啊 還力銷售人買這個咖啡券 不是 你一向都力銷售的啦 喂 倒閉前一天還力銷售 這樣不行 等等 先 銷售那個誰先 他老闆啊 那不是 就是 那他上班 就是他聞不到味 那些員工是突然間 他說收就收的 現在說到 這班員工 連九月那份量都沒有 哦 真的慘了 還沒完 九月那份量 還沒出 還沒出到 上個月還有 但是八月那份量出到 那些員工 他不會知道 他不會知道 沒有那麼容易聞到那股味 是不是 他很厲害 難道這件事呢 大家也要留意 可能你說到 哇 那我一會兒找回那些 賣給我 那些 那些 那些餐廳職員 大哥 他這樣 賣給我 明知公司 倒閉我 我猜他們都不會知道 他又做得幾大生意 你說在 黃室寶都有 他這些 一行半高檔路線 那些店舗很貴的 最貴的 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他本身 創辦人 叫做 黃光輝 他是一個 內地出生的人 福建人 原來 在八十年代 就由內地移民來香港 他認識明星 他跟陳凱琳 是握手的 是 即是扔了很多錢 來做廣告 哇 陳凱琳來展彩 他開店 難怪這間店都很紅 是 哇 因為他走一個 比較高檔的路線 陳凱琳就是那些貴婦 他是末里公主 是 阿拉丁入面的公主 陳凱琳 講到這位老闆 黃光輝 他原來 在年輕的時候 他跟朋友 做一個什麼 車花工廠 做工廠的生意 車花的 是的 越做越大的 他當時已經知道 為何這些東西 他做男人來的 為何這些東西都賺到錢 原來這個世界很多女人 看到這些會花痴 是 是不是 他想著 你這些蛋糕也是賺女人錢 要我馬路走進去吃蛋糕 不是吧 他自己說 為何他會由工廠轉投飲食業呢 他之前有個訪問說 他在11年歐洲公關 在酒店吃到牛角包 想著想著 突然之間 不如 在香港 做一個 做一檔 街坊能夠負擔的麵包店 但是現在為何是高檔路線 當然 人是會變的 當然 你不是樓下的 腸仔包 他想著 他應該是那些 我猜應該 應該 你能吃到 在歐洲吃的牛角包 應該自己對店鋪 應該有這些要求 但是他真的很大轉變 由街坊 這個腸仔包 的心願 搞到要找明星展彩 的老西餅店 但是你想想 他開台在觀塘廣場開的 那個地方是比較貼地的 賺到錢 觀塘廣場的人流 他開頭是否基本上真的賣腸仔包 他原來專門做牛角包 專門做蛋糕 做普通麵包 我猜他 對 你知道做 很辛苦 其實觀塘廣場的位置多什麼 多上班族 上班族最好就是兩件事 一個咖啡 一個提神 好像鴛鴦 以前的孤梨 沒有力氣 就是烏眉黑碎 就吃大煙 弄點咖啡鴛鴦 來享受 吃鴨片 半夜 那些 你在做辦公室那些 聽我的那些 先倒杯咖啡 喝了沒有 黑水 黑水 齋啡 淒涼 再 如果你因為 人 為什麼會這麼肥膩 你叫人辛苦 覺得自己不吃東西會隨時死 在那個環境你不喜歡 然後 一吃 要吃最高卡奧利 就是豉油 牛角包 在麵包來說 最肥的 最好 我喜歡石油角包 我也喜歡 但是我不會經常吃的 我也是 因為很高 我不是說壞事 這個所有人都是豉油的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這個是個人的神經系統 他 很辛苦 吃這些東西 吃一塊可以頂一天 就算是飢荒 尤其是冬天 沒錯 打火鍋 你們那些 那你燒不完 就塞進血管裡 是啊 他就是做這些生意 不是這樣說 我的意思就是 他專賣一些麵包 肥膩 它是好吃的麵包 但是裡面 好吃背後 都會有一個叫做不健康的問題 當然可以計 因為高牛油 燒委會都說了牛油問題 蛋糕是最毒的 因為它有那些糖 高糖 加上肥忌廉 你一冷 我告訴你 它瀝 你知不知道很嚴重 有些人 譬如吃肥的東西 又喝冷水 你試試把冷水 在豬油上 它瀝得一塊塊 那些一塊塊 就這樣塞進血 當然了 小吃又多滋味 叫你不要吃 你可以真的小吃小吃 我戒絕 不要經常說 有些人說 那個又說人老 那個 真的吃 有些人要還 你過口印的 你就耐不耐才能夠 是啊 只能夠這樣說 不是說不叫你 不要買 不要光顧 吃小一點 你想健康 其實它本身在觀塘廣場 都叫做做做得不錯 原來 它這些分店 有一個集中地 專門開在商場裡面 去到19年 更加在時代廣場 開了港島旗艦店 厲害了 時代廣場也有旗艦店 是啊 有觀塘廣場 它也是生意奇才 它懂得擺位 你想想 觀塘廣場 你和我也有資格開 它要升到時代廣場 我和你做不到 其實它的方向路線圖 就等到我們剛才說 它集中 主要客源就是上班族 難怪 原來是倒閉前一天還在銷售 我又這樣想 有影響的 生意不好 在疫情看下 人人都會一份噴噴 但是我想說 這個老闆賺錢很厲害 你說員工不知道 我做得好 交代得好 我明知道自己也在想倒閉 可能最後幾天 或者一天半天 或者突發性結業 是 你是不是應該早前已經 單定聲 不要再銷售什麼 或者什麼 它是真的 它這次做生意有一點點 沒有的 我覺得挺狼的 只能夠反過來這樣說 可能從生意人的角度來講 它現在的券 是否可以用其他東西去頂 首先第一件事 現在報紙就說 餅卡苦煮超過700人 也有多少 那有這個叫做苦煮 就立即做了一個群組 苦煮群組 就說已經集齊了700多個苦煮 還要平均每人買了200多張餅卡 做這個分驗用的 平均 每人捉住6千元 即是消費了這些下去的餅券 但是 看看消委會方面怎麼說 消委會就在這個折磨查詢的時候說得明 現在第一件事 因為那一檔已經去到清盤新數的階段 所以消委會沒有辦法介入到它 只呼籲一眾所謂的餅卡苦煮 如果你們是用信用卡結帳的話 嘗試去跟信用卡公司聊天 即是可以剪掉它 這個消委會就要說你們自己丟 是啊 自己丟而已 講到自己丟而已 對 如果我做生意的話 我做生意的話 如果我做生意的話 我的數字還給你 還給你 還給你 就沒有了 你按了 不如你們自己談吧 我賺了你的 我當你給了我 如果在卡結帳那裡有錢 不過很少而已 這裡有幾百人 對 這個要看他們怎樣去搞 等於是消委會那邊 就說到如果你跟卡中間追 都要五至八個月 嘩 是啊 不介意 什麼?用時間帶我嗎? 是啊 一元我也追到你的腳底 香港人 我不是等錢花 但是我要拿回一元 我買了一個日本吃蛋糕 已經挺過癮的 隨便吧 有些人是要處理的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有飲食職工業總會出來說話了 估計Costini這次的結業 對有一百名員工受影響的 首先說到有三十幾個part time的員工 要幫他們追回八、九月的薪金 對了 麻煩了 因為報紙就說 part time的 即是兼職的員工 暫時八、九月的薪金都出不了 而全職的員工呢 八月份的薪金剛剛到手 但是九月的薪金還沒出門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樣去執法 遣散費、代通資金等等 現在埋單計算 五百萬左右 五百萬左右 那些人就這樣說 有人就這樣說 就說 創辦人黃光輝不太願意跟勞公署溝通我 好像什麼都... 現在清盤了 然後什麼都交給法庭 還是執拾你 還是那些人去處理呢 這個就非常頭痛 其實有人就說 那些員工一直都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 是不是 爆煲那天才知道 好笑 回看照片 我看到陳凱琳展彩站在中間 那張照片看起來 感覺上就說 陳凱琳的東西好像有份 他好像是老闆 是 是的 但是... 你這樣想 你找到一個名人 來幫忙做展彩 加班 是不是擺一個漂亮位 吸眼睛 誰都來支持一下 這一檔 為什麼會說 別人說他跟美心有關係呢 他其實原來那個裝修跟別人很相似 就吹到疑似抄襲 所以就罵出三包胎 我在想 三包胎 香港的病房真的差不多一樣 對 即是你不同品牌也好 你不同品牌也好 差不多香港那些 無論你喝咖啡那些品牌 裝修很相似 產品類同 所以人們說 這間是不是那間 那間是一樣的 即是他不想 人家賣什麼 我賣什麼 為何會這樣說 那種 但沒什麼 車仔麵也是這樣的 買菜 這檔菜和那檔菜 大家都是買菜新的 是 都不知道你怎麼投訴 是 繼續比賽 其實這些所謂的三包胎 所以我覺得是 大家拿來講一下 你自願的 你一向情願覺得 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現在非常之 覺得 一件事 是否令他 關疫情事 導致Cazzini倒閉呢 創辦人 黃光輝在之前的專訪 其實他自己 有提及到 第一件事 他今次突然之間 全線結業 有記者特意打電話問他 第一件事 他就說 現在正在努力找投資者 幫忙還舊 即是想救回這檔菜 看看有沒有人可以 幫忙扔夠錢下來 接了他 或者住資等等 那為什麼現在會突發性 這樣收費 不是 那你沒有錢 他就說 首先 所以就要讓清盤官 接了手 看看有沒有 一個新的投資者 或者新一群投資者 接到手 他說 有些人還在談 有人說 罵他 一定是 他有問題 各樣各樣 我相信他都不想倒閉 誰的想倒閉 老實 不知道 有錢賺 你為什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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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貨 那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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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倒閉 可以有錢賺回來的 就倒閉 其實他還想許 他不是打算走老的 因為你苦煮餅卡 但是要別人救你 沒有的 你不是當賣股份 現在這麼多報紙 幫他做宣傳多少錢 講來聽聽 我不是打算做 但一定有人做 可能找內地財團 那些要不要看 不知道 十個有錢人有一個 九個覺得低能不能做 有一個就行了 那你已經有錢了 騰訊餅店 騰訊是這樣的 你那些企我蛋糕 企我蛋糕 說笑而已 他現在說他在聊天 就儘管在聊天 其實他自己也說回 在這個訪問裡面說 其實他說最嚴重的就是有疫情 疫情一爆起來 生意大減三分之之二 對他的影響非常之嚴重 再加上 政府早前的暫緩追租的安排 其實已經完了 現在的業主 馬上就追租了 那當然了 他說 那你沒辦法了 這個月 一追租 就被迫就好了 更加導致到 他沒有現金流 沒有現金流 那他就沒辦法了 他說他自己 他說他自己 借了八千萬出來 放到公司營運 這件事 他說他自己也盡力挽回 嘗試去拯救公司 但是最後還是敵不過 這個 這個 這個疫情導致到 要倒閉了 他說 他自己 在報紙上的訪問 就是這樣說的 結業這個決定 是絕對很難的 他說對顧客不住 但是 他說他自己 真的已經無能為力了 他同時很多錢 都是向朋友拍肩膊 量度回來 去救公司 現在正所謂 借到盡 都沒辦法去救 他玩得太大了 他一開始是賺到錢的 我相信他 在官唐的時候 不是 疫情來得太快 因為他高峰的時候 25間 剛剛在2019年 你想想 那個 他是向上上的 那段時間 不久就疫情開始來了 大家都知道 他 我覺得 他自己可能 他想著 大家都抱著一個 疫情很快會結束的時候 他又沒想過 那段時候 因為可能剛剛開 你接了租 你想想吃貴租 剛剛簽了約 你沒那麼快脫身 他應該把一些店鋪 應該馬上縮 要縮皮 其實這件事是很難搞的 但是 用現在的結果 我去看當時的決定 大家哪有能猜到 對吧 你講話這麼深 沒有啊 這個22年 你想想 如果他2019年 剛剛簽多了幾間店鋪 的租約 然後 突然爆了 然後疫情來了 他怎麼縮 你叫他怎麼縮 沒有的 他硬著頭皮衝 可能當時大家抱著 可能半年 一年就過了 熬得住 他計算資金 應該沒事的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敵不過疫情 這件事 他自己結束 疫情也沒結束 你這件事告訴大家 不是說他沒有遠見 只不過有時候 人算不如天算 事不與我 是 他自己結業 沒辦法 但是很多苦主就罵他 我前一陣子 有個網友 走來跟我聊天 他說 我做過飲食業 他說 我的店鋪定不住 他說 做飲食業真的很煩 他問我當時虧了多少錢 我說 我沒有虧過錢 我看到他 就是這樣說 我看到他快要虧錢的時候 我將他 生意還沒虧錢的時候 賣給人 我一元都沒有虧 然後他說 你真的走得快 我說做生意是不應該有感情的 如果你沒有錢賺的話 我就說 這個老闆本身 你都生意厲害了 我聽完整件事 一開始我就覺得 因為我是健康界的KOL 因為我叫人不要吃 那些人都不會不吃 我自己也會吃 說完之後 你有罪惡感 吃少一點 少一點醫療負擔 而已 他做生意都很厲害 但是這些就叫什麼 輸錢佳恩贏錢起 是 又或者真的很不幸 你要發大來搞那個 這麼巧 之後那半年就來了 疫情 是啊 因為他沒得說 他自己 不幸 只能夠真的事不如他 是吧 你想想他旗下 過百個員工 養著這麼多人 剛剛向上搞 從生意開始 就是你一個品牌 你想想他自己一檔 從他剛剛開始做到幾年後 開始上軌道 有很多人開始光顧 覺得他這檔 好吃 蛋糕好吃 或者感覺上 夠中高級級別 那些人 慢慢累積了客人回來的時候 紅心的嘛 真是賺錢 慢慢賺錢的時候 誰不知就來了疫情 當然很多人就說 嘩 這樣的 你看 你臨執之前還在賣這些 這樣的餅卡 是不是真的是水人一筆呢 有人就說 他 倒閉前一個星期 就被店員 黑銷了24張咖啡券 是啊 陰功 陰功 那想著 在9號的時候去門市 拿對飲品 誰不知就說 他當時連咖啡機都沒有了 他說 真的站在那裡 好就算了 第二天 想著再光顧我 只剩下可以換奶 連咖啡也沒有得買 他說 有人就覺得 店員 不是店員 這間 這間 是有心部署 好像卡了別人一筆 然後 就一筆勁的 而走了 我最初也是這樣看的 沒有的 你銷你那個 都不會知道自己的工作 原來倒閉了 就是說老闆不出聲 是 老闆不出聲 那 那 回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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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讓他們處理 那你有會計部 近來收了別人的那些給別人 沒有的了 接了盤 哦 現在要找清盤 哦這樣的 就是找政府 方便清盤官去計算 因為那些 一塊塊 瓜分之後 哪個是最大的債主 哪些錢 先跪到哪個 是不是 那這些就 看看怎樣追 很可憐 你說 一聲我對你不住 那一聲 那回水 很簡單 不行 清盤了 回水 要看看回到多少 就是看政府方面怎樣幫我們搞 哇 究竟要去小花錢債追 還是怎樣呢 這件事就要留下 跟著的後續 但是他說現在好像還有人在跟他聊 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儘管看看阿雲救到他 是不是 救到他 其實老實說一句 爛了牌頭 是啊 是吧 哪些人還相信你呢 你又來一次 二十次又來 我還買你的卷 是吧 這些就是誠信的問題 那另一個 就是 你說就算有人救到他 看來也要改頭換臉才行 是啊 都不難的 是吧 也實有資金 不過那些資金 願不願意幫他 是吧 這件事又是一個大的反應 告訴大家 在疫情底下 很多店鋪都是很難去做生意的 大家都要小心 是不是 不是說什麼 有些人 經常都說 有宣傳都說過 不要一次過買這麼多 這些Q point 是吧 你又用不完 萬一有什麼事情上來 你去追討你的損失 都比較困難的 這件事 只能夠這麼說 看看還有香港多少間可以頂得住 因為接下來的疫情 是不是有機會放寬呢 或者通關那樣東西 是不是有機會再可以明朗化呢 我們接下來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一方面先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談 拜拜 拜拜